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川普的记者会 今天川普的白宫记者会呢虽然只有它迟到了50分钟啊 而且只有短短的八九分钟的时间 但是呢这个记者会呢还是颇受关注 因为这个记者会呢是专门谈对中国政策的 我们稍后呢去来看一下 想必呢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内容 那么稍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讨论讨论 这个记者会意味着什么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信号 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讨论呢 其实也是和记者会有关系啊 就是看看中美抗衡之下怎么合作 那这里呢有一些分析也是对近期的一些情况吧 中美之间的各种的口水战各种的这种对抗的一些回顾和分析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 纽约六月八号呢就将重启 哎这样之前呢我们也看到说欧洲啊 或者是世界各地啊都纷纷在重新启动 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全球开始复活了呢 另外呢还有从昨天开始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会在美国燃起一个种族歧视的这样子的全国的这么一个火焰 年少到更多的这种人群当中会加剧一些种族之间的矛盾 那么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记者会啊 记者会呢是大概是今天的傍晚的时间 那么记者会整个呢川普的这个讲话呢大概是八分钟 总之不到十分钟呢一共呢谈及了六个问题 也没有记者提问的环节 那么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啊 这里面呢我们关注到呢 川普呢会提到了说要和世卫呢要完全断绝关系 另外呢也是在记者会上说到中国病毒问题的时候呢 再一次使用了武汉病毒这样的词汇 六个问题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呢一个问题谈到了中美贸易 那还是老话题啦 说中国的措施抢走了美国的工厂 抢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 然后抢走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令美国受损失不平等 另外还说呢中国不能信守承诺 所以呢需要来保护美国利益 这是中美贸易方面 那么接下来呢就说到这个武汉病毒啊 因为川普总统呢用了武汉病毒这次的 称呼说中国呢向世卫组织施压 再一次呢就说到呢中国比如说反对断航 而且呢他还没有忘了表扬自己一下 说自己呢还是及时的断航 但是同时也提到说因为中国的问题 武汉人呢还是在全世界旅行 去到了欧洲去到了美国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中国隐瞒的问题 接下来呢从中国隐瞒的问题呢 就过渡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说呢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控制 那么说呢美国提出呢要对世卫组织大改革 但是被世卫拒绝了 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和世卫完全断绝关系 并把资金用在世界其他的健康问题上 那其中呢也提到了美国呢给世卫呢提供4亿5千万美元资金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这个表述和世卫完全断绝关系 是不是就真的意味着要退出WHO呢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可以观察和讨论的 接下来呢又提到了中国的技术窃取 说要保护美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发展保护大学研究 停止中国近来的外国研究者部分啊 部分外国研究者说呢 把他们视为潜在的安全风险 是这样子的一个定性 第五个问题呢就谈到了说 美国财政系统的安全 说研究不同的措施 研究中国的方向要保护美国的投资者 那么最后呢就谈到了香港问题 那其中呢其实川普总统的整个这个 八九分钟的记者会发言呢 是中美贸易呢相对篇幅稍微长一点 然后就是最后呢谈到香港问题呢 篇幅稍微长一点 就说到国安法违反了中央联合声明 违反了基本法 也说到呢基本法 这个还有27年的时间 另外呢说威胁香港自治自由 从一国两制呢变成了一国一制 然后就说呢我们要取消一些政策豁免 他说这样的说的 我今天宣布的决定将影响到 我们与香港达成的全面协议 从引渡条约到出口管控和技术 我们将采取行动取消香港 作为中国其他地区以外的 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 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还说到呢要制裁香港的官员 说呢他们践踏香港自由的这样的官员 不再把香港视为一个独立的地区 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那就是这就是川普记者会上面的这一个简报吧给大家 那么我想现在就请在场的网友 那么我相信呢在场的网友 今天也是都去关注了整个记者会的直播的情况 那么有没有对川普总统说的这几个问题 有没有发表您的一种评价 或者您对这些问题的一种预期的 金哥您的话 老生长谈先生 那我们请老生长谈先生先讲 请讲 你好你好韩克女士 我大概说两句啊 今天一早起来 我来看这个 就是说几点嘛 就是第一点就是 我想说这些记者会推迟这么久啊 说不定在推迟前最后一分钟啊 川普还在改修改稿子啊 那是改的更强硬了呢 还是改的更温柔温和了呢 我倾向于他改的稍微温和了一点 如果他给我改的话啊 改的温和了一点 那整个大体的一个基调呢 还是维持一个强硬的一个基调 起码大的框架上都没有变啊 对香港问题的啊 取消 独立关税区 那这个方面这个大的框架 他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宣誓啊 作为总统这个高度来讲呢 他不会说他在这么短短的一个记者发布会上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去制定一个细则方案 细则是细则上的 是清晰的一个细则 但是他已经给出了一个大的框架 那在温柔方面 我们说他是调子比较稳重的一个方面的 就是墙中有稳的 墙有柔软 软的方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就是刚才说的 包括很多其他的那些 我们预期的一些 一些更具体的那个 那个一些预期的一些细节呢 他没有说 说话的语调相对来讲还比较平和 保持了一个总统的应有的一个 一个一个风度吧 这么说吧 这是我的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来说一下最主要的 这一次这记者发布会 涉及到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方面的一个措施呢 是不涉及到香港的 反而是 而就是说他真正的宣示 退出了实力卫生组织 这个是在记者设计会中 唯一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措施 我先说这么多吧 后面还有好多几点 我再说的太长了 谢谢 好的谢谢老师长谈先生 但是您认为 因为他在川普记者会上 他宣布的是说 他说我们要和世卫组织 断绝关系 这个您认为 他算是一个正式的宣布 他要退出吗 您怎么判断 您的话筒已经关上了 我已经给您解开了 请讲 你说的对 这个因为很多人是这么理解 这个发译 但是我看这个原文的英文的话 我认为这个还有商量的余力 你说的对 我也注意到这一点 谢谢 我先说这么多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老师先生 那么下面请萧陈先生 请萧陈先生发言 您好 我看我的话筒打开了是吧 是的 请讲 您好 韩奎 今天刚才我特意转到那个台去跟踪那个和平先生 就是看这个川普今天的所谓发布会 还是记者招待会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首先肯定今天他所有的发表的东西 虽然只是一个非常原则的东西 我都是感觉到还是很受鼓舞 受到赞赏的 所以呢我今天把我自己称为今天一分钟川粉 为什么是一分钟川粉呢 因为我们套用共产党经常说的话 叫听其言观其行 我几次发表对川普的看法就是这个人啊 他今天说的话明天怎么样不知道 也会说不靠谱 所以呢今天看过以后呢 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 密切的关注后面一系列的美国跟中国 所谓脱钩采取的是什么具体的措施 所以我们才能一步一步跟进来加以分析 所以今天就做那一分钟的川粉吧 也大概已经这一分钟已经过了吧 好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肖成先生 那么我们看看新歌的话筒是打开的 新歌您来为我们做点做些点评好吗 是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新发布会 或者记者发布会 我们其实六度评论 当时六度脱钓都做了转播 我们当时也做了评价 其实川普总统的所有的发布会中所表达的内容 从美国证券市场已经做了很良好的反应 当川普总统结束他的新发布会的时候 美国的无论是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 都由跌转涨 也就是说实际上川普总统所发布的东西 和前几天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东西 以及经济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东西来看 并没有比他们的调子更深 以至于证券市场做了一个中性偏好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这个反应其实就是 资本市场是经济和政策的清理表 而这个反应其实预示着 川普总统的政策不会超过 蓬佩奥国务卿以及其他经济顾问们 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防务政策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中性偏好的一个策略吧 目前来看是否能可能在今天的早上 中国大陆今天的早上看中国的反应 可能会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谢谢 好的谢谢新歌 那马基先生您在吗 您帮我们来说两句 对这个川普记者会 随时随时都在 川普记者会呢 刚才很多我们的网友呢 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那么我有一个感觉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从每个人的心理是不同的 因为前两天我们知道 蓬佩奥也好 川普总统也好 包括今天早上大大的写了 大写的字写了个China 在他的推特上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是秒种中国的意思 不过像大家呢 都是认为呢 会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当然我们今天在六度的评论节目 也就是特别的 在直播过程当中特别版的时候呢 我们也曾经讨论到了 关于川普总统 到底能做些什么 或者是会做些什么 那整个的会议的 像记者招待后 就是短短的数分钟 短短的数分钟呢 有很多个说法 首先呢 是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呢 美美的开了一炮 这一炮呢 某种意义上 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啊 这似乎是与中国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川普同时不在想 我把这4亿5000万美金呢 不放在世界卫生组织 而是放在了 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 要支持给一些 真正需要的一些国家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锅 是不是会由中国来背呢 或者中国会愿意承担 更多的这样 世卫组织的一些经费呢 这样也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不过这件事情呢 很是受到了 很多人的这个喜欢 因为觉得呢 总要有一个责任人 世卫组织呢 和中国呢 航线一气啊 那么肯定是 他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这口气呢 是出 不过这对于美国 是否是真的是 一个安全的呢 他推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难道美国现在 就真的可以 一国之力控制 全世界的疾病 或者传染病 等等这些吗 如果下一次再来一个 这样的一个 像现在的这个病毒一样 继续出现的话 那么美国一国之力 有这个能力吗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的 医学方面的专家呢 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和不同的看法 这是首先的起义 那么针对中国呢 我们知道对于香港呢 表示了很多的话语 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 实质性的任何政策 不过有一点啊 那么不管是大家 对川普总统 有多大的一个抱有希望 或者是抱有失望 这一次呢 最让人没看明白的 一件事情就是 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美国最强有力的是什么呢 说白了 就是一个金融和武器啊 金融倒是出现了 那么军事力量呢 却没有出现 也就平时啊 像对某一个国家要进行 比如说像委内瑞拉呀 像对伊朗啊 像这样敌对的国家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一个什么人物 站在川普总统的身后呢 那就是一个军方的人 起码有一个五星的上将 要站在川普总统的身后 但是今天没有出现任何武装力量的人 这是川普所给出来的另外一个信号 这点信号呢 被华尔街的很多大佬们解释为什么呢 说中美之间的任何的冲突呢 是仅仅现在目前依旧是口水战的阶段 我呢这两天有一个比喻 就是川普总统也好 或者西方世界也好 现在面对中国和打击中国的方式呢 现在仅仅只限于口头 没有任何实质 那么大刀呢在挥舞着 但是这个刀呢没有放在脖子上 也没有放在血管上 也没有放在大腿上 而是呢依旧在门外 这不能说是川普总统的软弱 也不能说是西方世界的无力 核心点在于哪里呢 西方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 政治制度和选民决定啊 那么有一个转身的一个 慢慢的有一个幅度 当整个西方世界真正的转身 做好准备的时候 自然而然呢 他会权衡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对自己伤害最小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先进 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特殊情况 永远都是如此的 并非是像中国的宣传一样 好像美帝国主义也好 或者因帝国主义也好 只要是一言不合就开打 一言不合就开打的 目前我们看到啊 在全世界的历史上 特别是近几百年里面 主要是发生在东方啊 说不合时就不合时啊 一和团式的这种战争 那么美国川普总统 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演讲下来呢 我们就是用萧陈先生的一句话 还要观其形啊 那么说的呢 已经是大致的方针 已经说得很清楚 短短的数分钟啊 把该说的也说了 不过呢 该做的呢 并没有 做啊 这是我们的期望 都有所失望 不过呢 后续阶段 有一样是肯定的 美国已经彻彻底底的 美国政府 而不是川普了 这个已经超越了 川普个人的层面 已经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是威胁美国国家利益 中国是美国利益的侵害者 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利坚合政国 真正的世界的头号敌人 这个重要点呢 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看清楚 同时也要理解民主国家 在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的 它的掣肘支出特别多 有些人觉得脱捏带水 而实质上呢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特点 不可能去随便 平乖无辜的牺牲某些人民 或者有些一些利益 像中国共产党动不动发动人民战争 最后牺牲的是人民 而不会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而美国呢 川普总统没有权利牺牲任何人的利益 整个过程都需要有一个角逐的过程 需要有一个评判的过程 需要有一个权利与利益之间的 一个交换的过程 虽然有些人说呢 这是一种勾兑 但是本质更深刻的来讲的话 这就是西方现代文明 政治文明当中互相博弈的一个好处 这种博弈呢 可以让社会的力量更理性 国家的强力部门 或者是国家机器 包括武装力量也好 经济惩罚也好 等等方方面面的 更加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如果失去理性的这种莽撞呢 只会导致呢 自己越来越被动 那么也有很多人批评川普总统之前的这个对外的很多政策 包括所发动的这样贸易战 而今天为止贸易战并没有什么样真实的一个结果 这也是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评论人士都在讲的一句话 那么打来打去到现在美国的逆差没有转变 美国也没有出口更多的东西 美国也没有变得更强大 美国也没有出现什么等等一系列川普总统所讲的 这是缺乏一些需要更多的一些深刻思考的 当然美国的政治过去呢 一成不变也已经导致了很多人对建制派的厌恶 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建制派对美国整个社会的方面的一些拖累 不过川普总统的这个搅局者呢 已经使美国呢出现了很多的转机和让更多的人去思考 但是是否美国会走上极端化 或者是美国这一次与中国的对垒过人当中能否更加理性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今天川普总统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样东西 在失望的过人当中让很多人 同时我看到的是川普总统 还有川普总统的班底 以及这些官僚机构们 已经开始趋于理性的对待与中国之间的任何的冲突 起码今天没有鲁莽的做出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 或不切实际的一些做法 不过世卫组织的美国的退出呢 我也认为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的一个 当然他与这个整个与中国之间的这个量级来比较的话 这世卫组织就不能算一件事 但是呢这一点呢也是他自己个人性格所使 不过整体上能看得到的呢 是美国的官僚机构 美国的白宫啊 现在已经开始重新认真的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可圈可点 今天值得我们好好的肯定一下的事情 谢谢主持人 谢谢马俊先生 那么还有没有哪位网友好的肖臣先生 那请您代表您的观点 马俊先生你好 你刚刚说的很好 啊我很赞成 那个我就讲了一个具体问题 我不是刚才讲到这个听起源关其行吗 现在其他的行都有待观察 有个长期的博弈过程 但是有一样行 最直接的就是对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就是这个算拨款啊算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不是世界贸易组织 是 对不起我是想说世界卫生组织就是WHO不是WTO对吧 这个很多人都在这个上面说 世卫组织目前是不可取代的一个组织 那个你怎么你让世卫组织退出还是让它解散 你不给它钱你怎么你另外搞一个很多很多的迷思 其实中国政府向来是非常相信钱的力量的 他认为他之所以能控制世界就是因为他现在经济体育 他现在膨胀了 我也觉得钱的力量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美国这些个华尔街这些大亨们 为什么长期对中国他们看不懂中国吗 不是他们就是钱有力量 我觉得川普能够走出的现在第一步切切实实的 你就停掉世界卫生组织的钱 你说能起多大作用 我告诉你就是能起作用的能改变的 至少因为他没有了钱 逼迫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检讨前面的所作所为 起码可以在内部进行整改 开掉那个谈书记 然后让中国不能那么为所欲为 想控制什么组织就控制什么组织 钱是起作用的 所以川普拿出实际情况不用先干别的 你就把他的钱 cut掉 先做这个 好我先说这个 好的谢谢萧陈先生 那么下面请知庚鸟先生请讲 嗨你好 我就回应一下萧陈先生 川普已经宣布退出了 就很明显的就直接的 我觉得最具体就是这事 首先他每年4亿多的那个款已经去掉了 然后直接退出 我觉得刚才马先生是忧虑这个世卫主机取不取代 那有欧盟那些躲避跟那个跟中国一起在世贸地继续玩吗 我反正觉得那个也没什么作用 而且有公报出来是这个世卫主机很大一部分钱 是给像那个就美国那世卫的 就CDC那一类的博士 那些所谓的免疫专家 去到处做头等舱旅游的 而且是很大一部分经费 还有加拿大那个世卫的那个人 说他如果得了那个新冠 他要在中国治疗的那个所谓专家 我觉得他们就干这事 我也不觉得世卫干了什么事 以前那个艾滋病出来的时候 世卫也干了很烂的一件事 也没预防什么 所以后来这个艾滋病的防疫 就从那世卫里拖出来了 其实就是一个烂组 根本任何稍微严重一点的疫情 好像从来没干过什么好事 非常不影响 对 知识鸟先生我觉得您的这个 刚才这个弄点呢 有可能会误导很多的人 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要打断您一下 很抱歉 可能有点不礼貌 但是呢您刚才提到世卫组织 并没有做什么的话 这个弄点和基础或者事实呢 是有待商榷的 我必须在这里标记一下 当然希望您能够原谅我的 这样唐突的不一样 我当然有点只是个人观点 就是因为特多人也对他不满嘛 而且这次是特别不满 那不满就是要做出行动的 我觉得不管是废了他 还是重新选举 就当这其实现在 我觉得联合国跟那个 马先生说的对 就是像现在联合国 世贸跟世卫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 最大的缺点 最大的漏洞就是 没有监督 没有负责 对吧 这跟马先生说的好 没有人监督 没有人能够管控他们 而总是在 烂跟不烂 结果都一样 对吧 好 谢谢你 好的 这跟鸟先生这个话说的好 我觉得我们这些网友们 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下最后就说到点上 核心点就是 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烂透 那么包括国际上的一些 合作组织 联合国框架下面 有请我们的黄丽萍先生 黄先生您请 老马你好 大家好 我两点钟到两点半 跟着侯老板等了一下 后来发现川普还是老习惯 非常的傲慢 一直不出场 我后来有时就走了 没有看 后来就是到了四点多钟 我的师马完了之后 回头我没有听他的讲话 我就看了一下股市 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 那就等于说川普下午 等于没说 什么也没说 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最灵敏的就是华尔街 对吧 那就是说华尔街对他 他的话没任何反应 那就是说他说的都是虚的 所以刚才那个肖成先生说 他亲戚员关系 非常好 对吧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川普 到底是要跟中国 这个跟习近平交朋友 还是要制裁习近平 我不知道 很遗憾我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 我觉得川普最糟糕的时候 他不把他的真面目摆出来 今天在等这个川普的时候 我就跟着侯老板半个小时 有句话我特别兴奋 他讲 说这世界最应该制裁的 就是习近平 这句话我马上点赞 我看你打赏打的很多 我太兴奋了 这句话值得个钱 真的 多少政府人 就说 你要知道 我以前听那个十二谈 我经常听一弹 我听不下去了 我说实话 比如说讲森立军 最后我滔天了 那么似乎有很多故事 从侯老板来听来 他说很多事 是背着习近平 抬着他的大旗做的 比如说 在娘娘家吃饺子 对吧 在皇帝讲了什么 对吧 这些话 但是 我认为森立军的所有罪恶 习近平必须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到底很简单 森立军的位置 以及森立军老板 孟建筑 那个 孟建筑 孟建筑的位置 都是希望你给的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今天 在这 向所有的朋友们 向侯老板 欢呼 他终于把这个 所有的责任 这八年来 所有的责任 只有一个人 必须负彻底的政治责任 那就是习近平 我总是中山跟侯老板走到一块去了 非常高兴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黄先生 黄先生 我发现你特别直 挺好 我觉得特别好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厌恶就是厌恶 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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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有请我们的金先生 金先生您请 老马你好 你好 今天这个川普的这个记者会啊 就是我觉得是给出了一个 在记者会前 我和新歌和三七 这个争辩的 给我了一个支撑吧 就是说这个病毒本身 甚至它本身是自然的 而且它甚至是不来自于这个实验室 它这个这场瘟疫的主要的问题在于 这个没能及时用科学的办法追到这个病毒的起源 及传染途径 甚至虚主动物这些东西 这个主要还是中国政府和它领导的防疫系统的严重失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WTO WHO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所以说今天我对川普总统决定退出WHO 表示支持和赞赏 就这样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要需要金先生说一句 金先生 你再举一下手 因为我知道您是经常谈慌隆的时候 都和医学有关系 但是您支持退出WHO的话 那么您觉得美国未来可以独善其身的 对面对自己的全球的这样一个建立 自己一个独立的一个医疗体系吗 就是疾病预防体系啊 然后这个最新的这个信息通报 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建立这个卫生关系 您觉得美国已经建立好了吗 我是这么看的了 就是当然我这个话可能说了 让很多人都不高兴 但是我还是要说 就是说我完全赞成王诚医生说的那个 就是最好的中国医生 也不如最坏的美国医生 为什么 就是美国 这话绝对不一定的 不是绝对 仔细的理解它是这样的 就是对这个医疗 这个医德的这个认知上 认知水平上 实际上就当然 我我我要我来说 我不会把那个话说的那么难听 但是呢 这是说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都是 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甚至欧盟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就是美国一座 大概平均150万左右的这个我们叫Nichipolitan 就是这个大都市这样的就是其实是美国中西部的这种城市 它所拥有的CTG和MRI这种高端的诊断设备的数量都远远高于英国这么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它的是这种的大概30倍到40倍的那个那个密度 所以这样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作为这种 WHO是一个不仅要提供这种基本的这个医疗知识 而且要提供一个先进医疗知识给这些医疗手段 甚至药品这些的给这些第三发展中国家 那么你不能云容忍这种就是说一国一票的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必须是加以权重的 美国我认为就应该在WHO就拥有否决权的唯一一票否决的能力 否则的话没有意义 这个WHO就不是专业的了就是从搞政治的一票否决是一个美国需要推崇的一种方式吗 不是就是对于WHO这种专业性组织 如果对一个组织是这样的话 其他组织复制也是很容易的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他知道自脸和知道自己的边界 这是美国民主的胜利也是我们在想的一个过程 因此您刚才这个建议您是否是妥善的思考过 我思考过 因为怎么呢这个像这种对于健康卫生健康这种东西 你必须是要用专业的去考虑 否则的话 美国是唯一代表的专业吗 对 我可以这么讲 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我有这个信心 因为从美国的这个目前的药品的研制啊 就是药物的开发呀 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开发这些的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话 因为这个几大世界几大医疗设备公司这些拥有的研发机构都在美国 没有办法 而也就是为造成美国的医疗费用这么高的原因 因为它承载着全世界这个医疗发展的 可以说是研发的这个重任 所以它贵 所以它贵 没办法 真的 这是这是这是实际情况 你要在里头那里真正工作过你就知道 那个东西 不是那个 所以说这个 呃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六度这个台里头 我们都会发现 就是说 你看韩濒医生和这个朱威教授 他们是搞研发的 就是属于研究教学的 科研教学的 他们就比较倾向于民主党 而何刚医生就比较倾向于共和党 我因为我做的东西 我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是属于在临床的这种的 我也倾向于共和党 嗯 就是呃 就是说后来一开始我是民主党 倾向于民主党 我都可以给讲出来 但是呢 后来为什么 就是发现他在 临床的那个涉及到医院 这个本身的这个医疗体系中间 有很多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 用政治正确去对付的 那当然 很多政治正确 不可以 对呀 对呀 所以说你不能容忍 就是容许谭德赛这样的人 继续在那里把持着卫生 世界卫生组织 他要出乱 谭德赛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 谭德赛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 谭德赛是被操控的结果 这也是另外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是 反正是就是这种 我们要必须 就是说怎么样 来 搞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来摆脱这种政治操控 就是让 专业回归于专业 但是您觉得 有一样 我们回到过去 一票否决 这件事情 在美国 在美国 如果在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19四几年的时候 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联合国 也就是以联大的这种形式 继续转过来了一个联合国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 美国之所以几十年能够控制整个全球 并且引领文明和进步 就是因为他没有获得 或者他没有去争取任何的一票否决权 这是美国的伟大和进步 如果今天美国变成了当年的罗马 可以有一言决定 那么相信对于美国来讲 也是一个痛苦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失败的事情 这在政治学方面是一个 非常要忌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观念 我个人不赞成 不知道网友们赞成 不怎么赞成 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您 谢谢我们的金先生 非常感谢您 理解 好的 这个话题一说 我们这么多的网友在举手 那么萧陈先生您请 刚才听了那个金先生的说法以后呢 我表示非常的赞成 当然不是说这个一票否决这个事情啊 就是联系到前一段时间 听到那个何刚医生 一个阵容发聩的话 对我来说 就是说美国最差的医生啊 也比中国最好的医生要好 那么说完这个话以后 当时我没有心里面 没有一个赞成还是反对 我有点疑惑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啊 我接待这个中国来团的时候啊 曾经接待过一个跟一都是跟医疗有关的团 他们的一个论述 他们一个说法 当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说中国的医 这个医生啊 特别是那个外科手术方面的 比美国的医生要优秀的多 他的理论是这样讲的 正因为美国这样的国家 对人的生命啊 非常的重视 因此呢 美国的医生真正在人身上动刀子的机会 特别是那些刚刚出来的 因为考虑到人的生命啊 不是随便可以拿来做实验的 所以呢 他们在这方面的实践啊 远远比中国的医生要少得多 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 不在乎人生命的 你就举一个例子 美国的医生 医生这个词和博士是同一个词 doctor 美国大学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美国的大学 你念完四年或者五年以后 没有说在大学本科念医学的 大学本科只是学习一个基础 而我知道人的世界观的形成 在大学本科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等你这个阶段过了之后 开始读研究生了 才进入医学院 因为我在耶鲁这个附近 生活了很多年嘛 耶鲁医学院 我了解认识很多中国来的 我才知道就是美国的医生 必须要读到博士 然后要考到制造 然后要在公立医院里轮回的 巡回的实习达五年之久 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从事医 所谓从事医的这个分界 就是我可以个人开诊所 那我这样算下来 他这样一个美国的医生 真正做到自己可以单独行医了 至少要到三十几岁快四十岁了 那个中国大学毕业就可以做医生的 是不是 因此呢 这是第一 第二个非常重要 今天这个进的发言啊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支持何刚医生的这个说法 我曾经带领中国的这个卫生考察团啊 去访问一个就是在康奈迪格州的叫 当时叫奎尼比亚学院 现在升级为奎尼比克这个university了 他的这个公共卫生系啊 我们当时大家进行交流和访谈 有一个他们那里的算是教授的时候 给中国的团做讲座的时候 也是让我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就是在美国的医学教育当中 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他所指的这个医学教育 不是本科的时候的学习了 就是本科以后你进入医学院以后 所有的课程和所花的学识 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和时间 是用来训练什么 两个字 医德 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的服务对象 或者你当做一个business的话 你的产品 你的business的对象是人 首先你要建立人 你对待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念 这个东西是在医学院要学习的东西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 因此在这样的训练之下 跟中国比美国最差的医生 就可以好过中国最好的医生 我觉得这个成立了 这就是刚才我支持 又支持何刚医生的这个论点 也支持今天静的发言 我都要讲的讲完了 我提一个小问题给马俊马先生 您请 我上个月是付了费成为民进会员 那么现在我老是想给民进打赏 老是不得其闷而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查了半天有一个paypad 因为我没有加入paypad 我怎么能够付款 我很想 最近几天你看我发言比较多 我民进的这个讨论 我觉得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很想打赏 看到新歌打赏 看到你不要说一块九毛九 我都着急 我都一块九毛九 我都打不上 为什么 我给您出一个主意 我们的导播现在马上把打赏视频准备好 肖成先生您现在转到YouTube的前面 打赏视频就会教会您打赏视频 您还一说我记起一件事 新歌今天没打赏 新歌要打赏 谢谢 那么我们同时也邀请我们的 在YouTube前台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同时我们的六度头条 未来会从民旧会转移到专门的一个平台 叫六度台 欢迎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给我们在那里的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与此同时呢我要在这里呢刚才肖成先生这个说尽管我和何刚医生啊还有金先生呢我们经常呢会有所这个交流啊很多的事情何刚医生也是我的好朋友 不过呢我并不同意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最好的和最差的我觉得这种本身的比较呢它是缺乏很多基础的比较这只能是一种感官上的比较这种感官上的比较呢往往是情绪化的比较这种情绪化的比较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呢迷失或者是看错一些 事情的本质的东西或者本真的东西呢有时候会恍惚情绪化的东西有时候很解气但是呢有时候呢你要撕磨撕磨啊真的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作为民进的六度头条的主持人呢我必须要给观众朋友们啊左右都要提我们不是愿意去怎么舒服怎么来说话的一个平台而是我们应该理性的去思辨一些问题谢谢大家首先呢我们现在接着呢有 请我们的37号网友啊我们37号网友您请打开话筒了吗好您打开了马先生谢谢首先说一下那个这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没有看直播我后来因为正好有点事情我后来看了是回放但是这个震撼还是很震撼的 我跟有些网友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对华就是彻底翻脸至少是川普这个这届政府彻底翻脸的一个政治就是一个政治宣言吧或者战略宣言 在这样一个场合他不会提供太多的那个叫什么后续的政策但我相信后续肯定会有政策加码毫无疑问 当然也许不能满足一些网友就是对于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网友希望因为他们讨厌共产党嘛然后希望看到中共倒台嘛那中共倒台最好的办法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中共倒台最好的办法或者是打压中共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国跟中国发生剧烈的对抗所以说有可能不能满足一些人的期待值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一次一个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政治的宣言就是几乎是中国就是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然后没有一点点的外交辞令和客系的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政治信号 然后后续的话一定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后续的更新的手段 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就前面说到那个因为我觉得如果和刚医生是当做一句玩笑话说其实我从来不在这句话上面喜欢抓住别人不放但是这个真的大家如果是严肃起来说的话这句话肯定是很荒谬的 我就觉得只是一个情绪性的发现或者是说一个表达了自己一种强烈的不满这个都可以但是这句话说中国最差的医生也比中国最好的医生也比美国最差的医生差 我觉得这个话就是很简单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就是中国现在有很多在美国的医生嘛尤其是华人的医生他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回到中国去做医生了对吧 这个难道这个人一到了中国就变差了吗对吧他技术能力应该还是在那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话是很容易就是一想就明白这个肯定是一句就是不靠谱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把这种话太当真然后把这个话拿出来就是不是很合适好吧我就说这两点 谢谢37号网友没想到你跟我的观点一样但是很多观点我俩可不一样 好的谢谢谢谢有请我们的熔悟 刘荣啊 我不是机器人不方便用真声发言请见谅 您自己关闭了啊好吧 好的有请我们的曲折啊曲折您请 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很清晰您请讲 你好你好马先生好韩桂女士好大家好 大家好收听这个明镜好长时间啊从来没说过话 很喜欢这个平台就先跑一下题 昨天呢就有一个说呢就是因为在留言来里面说呢这是一个穷人在谈政治的地方啊 嗯他这个话说的好像不疼不痒 这个话题呢他就是说的很深他在骂这个台他他想他用他的意识形态让大家吗觉得不敢说话 穷的谈政治他又忘了马先生和韩桂女士呢给大家给的是什么给的是一个自由说话的一个平台 西方的一种民主他们搞不懂这个他们打压打架打击打架 这个里面每一个人我说话说的都挺好虽然有的也在跑题吧 但是呢他们的话基本都在在关心的在关心国家也在关心政治吧 我觉得挺好这个才特别好所以呢我就一直点我只能给点个站别的我也不会 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呢我想说一下就说川普的讲话吧 怎么说呢川普这个人有点大嘴他说的话嘛好像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好像经常不靠谱 他他在看习做什么动作他就做一个动作他跟着我们我们中国的套路走 他不知道我们中国套路有多深 我们国家玩玩这个政治套路一直都是用我们道家的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以进之动 你动你搞什么我搞什么他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 这时候呢我再跑一下提出毛毛在死的四年他眼睛看不到 然后呢为什么跑这个题呢很重要的 毛呢就请那个钟来给他找了一个专家很厉害的眼科医生练了有上千例做白内障手术 他不做他不相信别他不麻醉 最后呢尼克松总统要来他为了见见这个人他就决定要做手术了 医生呢给他讲了很多说没事要麻但是毛主席说能不能不打麻药 他不打麻药会疼 他多长时间他说快的话几分钟慢的话可能十分钟 最后呢就做了一只眼睛 没打麻药 他问主席疼不他主席说有点疼 嗯什么意思呢 他不相信任何人 我们这一位龙椅上坐这一位他也不相信任何人 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他只姓女人的毛呢听张于芬和江青的 齐呢听彭丽媛的这两个女人又有一个共同点在哪呢他俩都是山东人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凡是山东落马的所有的女官员 他们的那个招一个比一个独一个比一个厉害 都是匪处所医的你根本想不到他们有多厉害 所以呢不管是王沪宁啊旁边的王岐山呀 其实您是不会相信的 然后呢别人都在哄他说好听的 他呢很傻 有的时候很傻因为他没学历没文化嘛 今天我说出的太远了 我们听了半天您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只有三分钟发言 好好好我马上回来就说不管说什么 他们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的博弈都是没用都在看对方 两个点一个台湾一个香港 他不敢打他在要求看习近平有什么反应 看川普有什么反应 川普呢在看他的反应就也挺简单吧 有点乱我说三分钟我不是我不知道时间啊 对不起过了过了已经过了 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说了好吧谢谢谢谢 您下回再举手谢谢 好的欢迎我们这位第一次发言的曲折先生 那么有请我们的知根鸟先生 我们的网友们发言时间尽量要缩短在三分钟以内 有时候两分钟是最合适的谢谢 我赶紧刚才好像又漏了一点 我也今天很少的跟你一样 马先生一样 跟那个三十七先生的很多观点 都比较相近这方面 第一个是那个医生 第一个美国最依赖于这个 世卫组织去防疫啊或者对其他国家 或者这现在世界的医疗技术的影响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点觉得没太大 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美国在医疗上的投资跟这些东西 比如药的研制那个技术 这个更新跟研发 花的钱太多了 比如他现在很多那些药 随便给那个印度去抄袭 翻版药其实对世界的贡献已经太大了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什么 我自己个人观点啊 这个世卫主机根本就对美国一点用都没有 美国可以随时把这些技术 向全世界各个国家 让他抄袭一下 足够了 美国纳税人员已经付了很多钱了 从这方面来说 这是对这个来说 第二个这个医生好不好 很多医生从大陆来 在美国也成为很好的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你说在中国内地 他各种方式 他的医德是从那个system 他那个环境造成的 比如他那医生的收入 靠药费 对吧 靠这种那种的 靠红包 那你在那个system 只能够在那个 那样的环境以下 生存下去 所以医生的好与不好 你在这样子判断也是不对的 所以他就是中国医生来到这里 也是可以成为美国里面最好的医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我们这个永无缭绕制 现在您不要用机器人可以吧 喂 接评价就是八个字 治国无方 扰民有数 关于川普 每次都是如此 失望的时候 他总是带来希望 对他抱以希望的时候 又一盆冷水把我浇灭 四年来 已经习惯了 不要对任何外部视力心存幻想 中国人的事还得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这是 我们听到了永无缭绕先生的观点 但是呢 您的这种电子发出来的声音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YouTube的前台 会认为我们是用电子的声音在说话 这会对我们的平台造成伤害 所以呢 我不得不关掉您的话 希望您以后呢 有没有其他的技术可以转换您的发言 因为我知道您肯定是因为谨慎 因为个人安全的担心 我们欢迎您的发言 但是您这样的发言会对我们的平台造成影响 很抱歉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让您发言 OK 有请小泉先生您请 刚才那个用那个电子发言 有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当你对川普先生失望的时候 你总是发现会令你感到很高兴 当你对他抱有希望的时候 你发现很失望 很反映我的心情 虽然电子声 我现在给他这一句话点个赞 谢谢 谢谢 谢谢小泉先生 刚才那个就是你们关于这个 就是世卫组织的它的架构 以及联合国引申到联合国架构的这个 发言自己个人的意见 不一定准确 不太成熟 就是像世卫组织这样子 就是每人有一票 这个中国就有可能通过在其他方面 用金钱的手段 把这个所谓的会员的票数啊 都用 实际上他只有用钱的手段 真正靠理念的 不是的 可以懒到相当多的人 就是给他们举 就是利用这个投票啊 投中共喜欢的票 他在其他方面都是用钱的 包括 包括对这个谭德赛 当然你要说你有什么根据 我不用太多根据 根据中共一贯的做法 我可以讲百分之百的确信 他们是用钱的手段的 那么那是联合国现在这种啊 就是二战以后确立的 说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有一票否决 这个东西也是 也是支持这一套体制 使得联合国基本上 没有发挥过什么太大积极的作用 唯一一次联合国真正有行动的 就是韩战 而韩战恰下就是一个 有可能投反对票的当时的苏联 借故他就没有参加会议 其实他就是想看着韩战打起来 因此呢 其他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这个万里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挺好的 他说中国都说自己要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但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进入了联合国 而且成了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 但是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 我们在联合国的 特别是跟这个安全理事会 人权有关的这个很多议案当中 绝大部分大概超过70%到80% 都是投弃权票的 他说你什么都弃权 怎么能体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呢 其实我觉得这非常好理解 就是因为很多这个议案啊 都是跟这个普世价值是相关的 或者是主持正义的 而中国又要违背普世价值做事 但是又不敢太明目张胆 唯一的办法就是弃权 但是跟中国利益相关的事情 他一定会投这个反对票 而且这一票可以否定 因此联合国这种架构 也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所以说我来讲 可能讲的就极端一点了 像联合国啊 先把因为这个所有的 那个卫生组织或者其他组织 很多组织都说联合国的下属组织 先把联合国这个机构给他打烂 否定他就不要他了 然后整个世界 小陈先生您有时间又太超 您已经四分之超了 假的 我们今天呀 一共有四个话题 现在进行了第一个话题 已经一个小时 那么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充分啊 有这个中美抗衡之下 怎么那样来合作啊 这后面呢还有很多一样的这个说法 那么呢我呢也就给观众朋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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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结啊 希望观众朋友们能把这一节的话题能够收容起来 那么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回过头来再仔细去看一下 整个的今天的这个讲话呀 就说从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信息呢 每一个人出发和观察的角度都不回 都不同 得出来的结论也不同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清楚的 美国在今天呢还没有准备好 这就是我前面所讲 但是呢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明白和深刻的意识到了 中国是他的头号威胁 这一点呢已经从过去的美国的头号威胁 是俄罗斯呢已经巧妙的转移过来了 而这个转移呢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看点 这个看点我们只要看清楚了 或者看明白了 大家也就明白美国未来会如何去应对 对于俄罗斯的遏制可以说是 从90年代的苏东区别之后 美国呢突然之间和俄罗斯呢 是有亲密的一段时间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90年代呢 一个全球化的开启的过程当中呢 俄罗斯有太多的包袱 而同时呢西方给俄罗斯所答应的 或者要应许的呢 都并没有完善或者完成 这也是俄罗斯后来转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盛 并且受迫害敢于来越强盛之后 普京大帝的出现 而普京出现之后到今天 已经执政长达20年 那么他所打造下的一个俄罗斯呢 今天呢也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路口处 我们也看到前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说过呢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呢 必然会走近 而川普总统一上台之后呢 就在表示啊 不管是大家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要与俄罗斯走近 这一个政策呢 也是被称之为的是三国演义版本的 另外一个1972年的中美联手 中美联手可以说呢 从那个时刻开始 世界的天平呢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今天俄罗斯已经不成为 美国的头号敌人 并且更多的一些合作 甚至在中东地区 美国让出了俄罗斯很多的利益 包括在叙利亚 包括在利比亚 包括在伊拉克 包括在伊朗等等 我相信这都是整个组成的一部分 有时候的国际方面的一些关系 和国际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并非是我们简单的某一件事情 就可以瞎判断的 它是一个风繁杂了 复杂的一个多元体 而正因为它的多元利益的纠葛非常大 我们从中呢 真的有时候呢 很难抽丝剥剑的把重点拿出来 不过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美国已经认定 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 不管是在美国政府 川普总统 还是彭黑奥 或者讲 在美国的国民的内心里 通过这一场疫情 通过现在对香港 通过去年的反送中 通过对多达数百万的维吾尔人的 拘禁现代版的21世纪的集中营 以及人类的耻辱 大家都已经明确的认识到 中国是一个世界的毒瘤 这个毒瘤 必须有全世界人一起联合起来 来将它剔除 当然美国的川普总统走的是单边主义 这一点也让很多人非常失望 我看到很多人呢 都批评川普总统核心点呢 就是他走的单边主义 因为大家都明白 走单边主义 真的很难将中国用低成本的方式 来围剿拿下 就像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有节目的观众朋友就讲 说欧洲的左派 包括默克尔都在讲 与中国的合作将是长期的 其实这也并非是一个 可以说将德国的默克尔 一下子打趴下的一个罪阵 而实际上呢 德国的经济需要中国 世界的经济需要中国 如何来转变 或者是整个西方没有做好准备之前 难道真的要和这个巨龙去打一架 或者是来一个雪拼吗 大家已经看到了习近平的所谓的做法 那么就是雇注一掷 二百斤麦子 十里山路的做法 这是习近平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柱 不管这是真 或者是这只有某种动物能够完成 或者是只有习近平能够完成 当然这已经表现出来了 他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 狠劲或者是他的这种执着 说好听点叫执着 说难听点的词汇非常多 我想像每一个观众呢 都会有无数的词汇比我更丰富 但是我们这一点要必须看到 美国以及欧洲西方国家 在很多时候的合力方面是有缺陷的 或者他们的合力的过程 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但是这个合力的方向已经被开启 我相信未来这个世界 都将会以中国和美国或者叫中国 以整个西方世界的开战 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 我们正在经历这个时代 我们也深入